最近這種小尺寸的可交換鏡頭的相機其實越來越多 但是大家擺聲最小的時候 Pentex在9月的時候推出的這款Pentex Q 卻創下了目前最小尺寸可交換相機的紀錄 那就從外觀上來講 它其實就是比一般的高階的小背型數位相機差不多再大那麼一點點而已 那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說 就是即便它的尺寸只有這麼小 它還是可以做交換鏡頭的動作 它的感光元件也是比一般的傻瓜 就是跟一般傻瓜相機差不多 但是它是可以交換鏡頭的 它最大的一個特色其實是前面的這個魔術轉盤 就是如果說你隨便拍一個東西的時候 這是它的正常模式 那你可以快速的經由切換前面的轉盤 然後去做一些影像的創作 那你在進行一些接拍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馬上看得到它大概拍起來會變成像怎樣的效果 那就是很方便就是那種很喜歡拍比較有個性的照片的人這樣使用 那它另外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其實除了這一顆定焦鏡頭的配備以外 它還有一顆變焦鏡頭 那變焦鏡頭因為它體積會比較大 所以一般就是拍變焦鏡頭的時候 這種低角度的內鍵閃光燈都很容易被打到 那Pentex做了一件比較特殊的設計 是它的這個內鍵閃燈其實是可以這樣子打開 那它閃的範圍就比較不容易去打到那個鏡頭的部分 就不容易拍出陰影 那其它的部分就是說 它的外型其實做得非常的復古 就有點像Pentex很久以前 有一台叫做Ato 110的迷你相機 那就是它其實 整體的設計就是仿效當年的Ato 110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它的外型雖然非常的小巧 可是它整個機體都是用美鋁合金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這邊非常的堅固 然後前面這邊因為有一些做蒙皮的設計 所以你手在握的時候其實也很不容易手滑